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我给大家介绍一个Proximity的传感器 这个Proximity英文翻译过来就是接近的意思 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电影叫Proximity 它翻译成中文是无限接近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个传感器它的作用主要就是用来判断 你被追踪的设备距某一个位置有多近 那么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看我分别用这个Proximity做了两个传感器 一个是起的名字叫Man Home 然后你看它会有一个曲线给你 然后告诉你这个设备在每个时段分别距离你的家有多远 那么这个传感器呢有什么用呢 它用来就是实现一些联动是比较有效的 比如说你距离家还有五公里的时候打开你的空调 你距离家还有一公里的时候打开你的车库门等等的一些联动 是用这个传感器还是比较方便 然后我们为什么有两个呢 下面这个传感器呢 我做的是追踪 上面是追踪两个设备 上面这个传感器是追踪一个设备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个传感器追踪很多个设备 我们点击下面这个看呢 它会追踪两个设备 它呢在下面会有一个最近的设备给你显示出来 那么最近的设备呢就是说在家的设备了 基本上就是离家最近的设备 你看这有一个22米 这个传感器呢 我分别在里面放了两个追踪的设备 另一个设备呢比这个设备远 所以呢它就不会给你显示出来了 这样呢 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说任何人 你们家任何人你都可以添加进来 然后任何人离家距离五公里的时候都打开空调或者操作一些什么 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怎么配置这个proximity传感器呢 我们回到configurator看一下 我们看我在这个configurator里边 这个configuration.yaml文件里边呢 添加了一个proximity的大类 然后呢proximity下面分别有两个 紫分类 然后每个分类下面的device是追踪的设备 它可以是一个 它也可以是像下面似的 可以是多个 多个呢 它就取最近的值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值呢 我们可以不用管 它好像是一个容错的一个值 然后下面有一个公里和米的设置 也就是说测量单位 你这边呢 比如说测量单位需要比较大的话 就填公里 如果距离比较小呢 你可以填米 还要看你的设备离家的远近啊 还有这个传感器的灵敏度啊 等一等 你根据你的需求来设置米或者是公里 显示在你这个首页 然后呢 我们的proximity的传感器呢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本期节目呢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